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不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篇所有美食 晚篇所有国家 110年7月25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很高兴这个闷了那么久 然后这一个礼拜 过去这一个礼拜 很多的饭店 很多的游乐区 很多的开放式公共的场域 开始限制陆续松绑 当然了没有完全松绑 还是陆续松绑 那至少可以让很多的这个民众 在家闷很久的民众 可以出来透透气 吹吹风走一走 我们今天要聊的 就是维节风 降级以后 一个很值得去看的地方 是什么 是一个展览 在台北市的台湾 台北市立的美术馆 有一个展览 盐田千春 这个是日本很知名的艺术家 当代艺术家 他有一个展览 叫颤动的灵魂 那么本来 本来在开展 这是他最有声以来 最大型的 最完整的展览 但是开始展览的时候 不幸碰到了疫情 那个时候升温 所以现在台北市立美术馆 决定把这个展览延期 延长到10月17号 那现在大家就可以 透过线上的预约去看展 因为有降载 就是有人流管制 有总量管制 然后要透过线上的预约 去看这个展览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样子 可以人数有控制 大家彼此保持一定的 社交安全距离 然后人数有限制 反而可以有更好的 看展的品质 《颜田千春颤动的灵魂》 这个展览 《女力绽放》 这个展览到底可看之处在哪里 我们今天特别跟专业的 旅行美学艺术导览专家 郭金甫 小郭老师 连线 由他来带领我们走入 这个特别的展览 发现《颜田千春颤动的灵魂》 小郭老师在我们线上 老师好 姚春大哥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对 在线上 你过去这两个月过得还好吗 一切都好 因为在线上呢 也很多单位邀为我 用线上的讲座 跟大家来做分享 真的 线上讲座要怎么去看你的东西 你跟我们讲一下 可以进我在牙皮讲座 在目前远见天下的50家 那么我们有透过线上的Room的系统 直接报名参加 Room是一个开会会议信头 对不对 是 所以直接在Room里面看 看你的导览是吧 对 然后也可以有做这个 无距离的面对面的对话跟接触 所以你一次都开放多少人呢 连线 基本上就看我们报名的这些听众 对 那所有人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脸 对不对 是 OK 那很好 那最近这个很热门吗 对不对 很多人看 对 大家目前都用这样的形式 好的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盐田千春 这个我看了资料 就是说他好像是 他是居住在柏林 对不对 对 然后他的东西好像 好像跟其他的人 我不是专家了 因为他 他 他好像跟这个我们熟悉的日本当代 另外一位艺术家草菅弥生 他们有类似的生命历程 对不对 都经过这个疾病的痛苦 对不对 然后 对 把他们的这种 这种这种 历经痛苦的过程 转换成一种力量 作为创作的全员 老师来帮我们介绍这个人 好 1972年出生在日本 好年轻 那么今年呢 对 他大概将近50岁不到 50岁 可以讲说 截至目前为止 他的前半生 在24岁以前 在日本出生长大 就学 在24岁以后 到了德国 后来就移居在德国柏林 所以可以讲说 现在我们所看到 他的展览 开始集结他生命过去以来 最盛大 最完整的展出 所以现在刚好 疫情为解锋 各位呢 可以赶快预约到北美馆 来感受一下这种沉浸式的 非常震撼的这个展览 为什么叫沉浸式 老师特别讲沉浸式 好 沉浸式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般看着 这幅作品是什么 那幅作品是什么 那颜年轻轻轻不是 他是把整个展间 不知道你仿佛 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 那么透过他的展间的导引 你会跟自己的生命 跟灵魂做对话 哎呦 所以他的主题叫 颤动的灵魂 是 哦 跟他有个副调题 就有点像之前 我们台北在A11馆 展出的 范骨光影展 哦 OK OK 哦 那个很厉害 对 是的 就走进式 沉浸式体验 对 对对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做介绍 带着这些听众们 大家可以了解 严丁先生的生平 跟他创作的历程 还有他创作生涯当中 为什么有这样一些转眼 那么最后我们来帮大家做一下 分析他的一些属性 跟他创作的核心 透过今天姚树大哥 跟我的导览跟对谈 大家之后进入展场 展场就更有概念 去感受这个沉浸式 你也可以带大家去 可不可以跟你预约你来带 这个也可以 就是私下我们另外带了 但是透过北美馆的预约 因为他有限制人数 我们可以另外约 为了把相关的发在我的 跟着小郭老师去旅行 在FB上面 跟着小郭老师去旅行 大家如果有兴趣看这个展览 跟着小郭老师一起进去看的话 那是另外跟老师约了 是的 好 老师来介绍一下 盐田千春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在第五页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盐田千春的生平 其实他1972年出生在大白 那么很重要他的家庭 是因为父母都经营在海边 在鱼木箱的工厂 所以其实爸妈每一天 要生产1000个以上的木箱 哪那么多啊 对 木箱呢 就是装鱼的 对 那他跟他哥哥就会在这样子 一个很循环机械式的工作里面 每天日复一日 年不一年 所以盐田千春在12岁 你看他小五小六 他就觉得他不要过一场人生 他觉得他将来不要呢 再持续好像工厂女工 他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的路 是他要走的路 怎么那么小就会励志啊 我那个时候 他又内定他的志向 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 哪有办法励志 那时候只知道赶快长高啊 打篮球啊 最特别是九岁那一年 他大概小灾那一年 邻居家里失火 然后失火当最后火扑灭了 大家就哇 下房车来干嘛干嘛 结果他就跟着爸妈进去 发现邻居家呢 有一台烧毁的钢琴 都被捧毁了 所以以后他就 你可以想见了小孩子 非常的恐惧 然后回来以后 他就觉得好像 心里面觉得说 那个声音是不是被烧掉 他不确定他自己的声音 是不是还在 所以回家他就想说 那我要弹钢琴 可是妈妈不准 觉得说好像在这个当下 你怎么人家没有钢琴 为什么要弹钢琴 他小小的年纪 他对于这件事情 就一直放在心中 有个很深的恐惧 可是他不敢讲出来 是恐惧哦 对 就是对于那种被烧毁 那个钢琴 好像因为烧毁之后 他就发不出声音了 可是那个声音 他依气还记得 隔壁邻居弹出了 曼妙的音乐的 这个声响 现在那个恐惧 没有得到理解 也没有得到回应 就一直放在他心里面 对 所以他经过 他从高中大学 念的都是科班的 那么大学念的是 京都大学 京华大学 美术学科的洋化科 就是念西洋的 所以其实是科班的 对 那其实呢 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非常开心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 其实呢 在第六页这边 我们看到 炎田千针 他其实非常可爱 对 他在 他非常小 五岁的时候 他就画了一张 其实呢 就是我们一般用水仔 画了向日葵 向日葵上面还有呢 田一只蝴蝶 那是蝴蝶 画得非常好 但是上面有他的签名 那但是那个签名呢 炎田千针 却是左右写反的 好像我们小时候写字嘛 对对对 右边过来 对对对 写反的 那炎田千针就回忆 他自己说 我小时候这么小 我画画好像是一种本能 画得非常好 对 可是我对字 好像不是那么擅长 那从这个画作 他走到一个省思 从小绘画是我们的本能 可是我们 当我们学习乐作的时候 我们被文字驾驭 我们对绘画反而上识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 对画画很恐惧 我不会画 可是小时候 大家不是都拿着蜡蜜 到处涂鸦吗 墙壁到处画被骂吗 对 所以他就想到 这个记忆 让他想起来 他对画画好像比较能够连接 所以他就觉得 他应该走艺术这条路 所以当时他去念了 京都大学 这个西洋画课 他非常开心 一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其实在第八页这边 我们就看到说 他当时在那边念念念很好 那么后来 27岁 他25岁移居到柏林 27岁跟30岁在柏林那边念大学 继续念 特别 31岁念柏林艺术大学 碰到一个很重要的老师 这个老师被称为 所谓的行为艺术教母 就是阿布拉莫维奇 他成为他的学生 所以在他的带领下面 开了他的视野 发现原来艺术创作 不是只有平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对 因为他本来学的是 学的是西洋美术是绘画 但是现在碰到了一个行为艺术家 对不对 对 哇 就开启了他的面向 传统学的很不一样 所以包含当时 他在29岁 他就以一件很重要的作品 他这件作品 就是很长很长的洋装 那么在首届的横滨三年展 一炮红 横滨三年展就像威尼斯双年展 他两年半年次 他三年一次 也是个艺术 对 而当时我们回头来看 就是很特别 他在大学的时候 讲说他不是念西洋画科吗 对 好 那就很棒 但是在念西洋画科到 大一他很开心 大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12页 那边就很清楚的看到说 他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说 好像平面画画不能再满足自己了 他觉得平面就这样了 没有趣味性了 所以他就有点痛苦 有点痛苦 所以当时他做了一个梦 在梦境里面 他发现自己好像走入了画面里面 所以他醒来以后 我们看到14页 他就把红色的漆 拖在自己的身上 从头淋到脚 然后往自己身上拖 拖了以后 自己就走入画布里面这样拍 他仿佛成为画作的一部分 他生命再度被燃起 他觉得好像这样子 有让他找回生命的热情 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创作 他也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这走入画作的创作 整个他不是用一般红色的水彩 或油画颜料 是那种持有的颜料 因为他比较 就是上诱料 颜色很深沉 为什么他要出手这么重 对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 那个颜料才能够渗透到 他的头发里 甚至他的皮肤的表层里 他让他成为绘画一部分 那这个东西是化学的东西 是 他洗了好多天洗不掉 甚至头发有一些还剪掉 但是这一次的创作 让他感受到说 他真的第一次跟艺术 能够结合在一起 他就非常的开心 他确定他还是要走艺术创作的路 就是这个 这一个作品 给了他一个新的 我们再回到第八页 可以看到说 他这里呢 其实我们知道 他在皮面上面有满足 那么开始接受了 这个艺术教母 阿布拉姆维奇的起发 对 但是呢 当他呢 27岁移居柏林 25岁移居柏林之后 33岁 你看他是不是已经开了眼界视野 在老四代理下 觉得说哇 艺术很多元的面向可以创作 对 但33岁 居然这么年轻 就被诊断出得了 软潮癌 所以当时他非常的恐惧 那么呢 他唯一的依托跟安慰 就是他丈夫在旁边陪伴他那双温暖的手 让他非常非常的感动 当下他就流下了眼泪 那么另外呢 在他41岁 他白想说他这么高龄 应该不可能再生 从前呢 终于怀孕 41岁 但是呢 居然半年后 他呢就流产了 哎呦 这个人生真的辛苦 而且不但流产了 几个月以后 他父亲 居然在中风半生瘫痪之下 也杀手人寰 所以你想这样 一连串的 33岁到41岁 这个中年期间 经历这种生死离别 他自己对生命的恐惧 其实很恐慌的 是没有一个未来的 他不知道未来生命 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经历 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深沉 很深沉 一个无解的答案 他没有兄弟姐妹 当时他的一些创作 就开始走出他的平面了 那么43岁 他被日本自己的国家 邀请回国 代表日本 出任威尼斯酸年展 这个日本馆的 艺术家的代表 所以当时呢 他在现场展出的 那个部分就非常的精彩 他通过5万只的钥匙 5万只钥匙 非常强烈 对 那个钥匙 等一下我们后面也可以来 带大家去看一下 所以那是给他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视觉印象 好 那我们看到 好像如日中天了 但是45岁 2017年 他当时呢 被深美术馆 这个馆长的邀请 去做展览 他很开心 2017 可是才签约后隔天 居然呢 他呢 在12年前的 这个呢 软巢癌 经过呢 这样一二一月都没有问题了 只有居然复发 糟糕 他人生又掉入谷底 心情大坏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 在小时候面临火灾 对不对 在他呢 这么年轻 罹患软巢癌 33岁 后来呢 41岁又流产 又面临父亲的离别 好不容易挨过呢 这个呢 软巢癌的整个诊断跟医疗 非常配合医生的诊疗 可是在12年后 居然又诊断出复发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生命 他对于自己 未来的命运是如何 他是无法掌握 他是惶恐的 所以 他是没有一个确定 历经了这些的苦难悲伤的事情 改变了他什么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要跟着小郭老师 继续走入盐田千春的世界 来我们继续跟着郭金福 小郭老师 走入盐田千春的世界 颤动的灵魂 从此刻开始 一直到10月17号 在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 有这个盐田千春 日本当代艺术家 一位女性 她的有生以来 最大 有史以来 最大型 最完整的展览在北美馆展出 那我们就跟着 跟着这个小郭老师 一起去认识盐田千春 刚刚第一段 在小郭老师的 这个详细的介绍下 有系统的介绍下 我们知道了 盐田千春原来 他出生于瑜伽 然后从小历经过 很多这个生命里面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些 比较悲伤的事情 改变了他 一直到40几岁 他开始惶恐 因为你历经了两次的癌症 害怕癌症 很小的时候看到火灾等等 老师 结果40几岁 然后2019年47岁 对不对 对 2017年45岁 他的癌症又被诊断出复发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人生好苦 没错 所以2017年45岁 他就诊断复发 对 所以我们在第一段的部分 大家了解了 这个盐田千春 他的生命其实跟一般人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 那这样的一个生命 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历程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历程 好的 我们刚才讲到说 因为他在大学念的科班 对 这样的一个西洋绘画 但是平面不能满足他 那么后来呢 他到了柏林碰到的行为艺术教母阿布拉莫 一起对他启发 所以他非常的开心 所以后来呢 各位呢 他的1999年 他就做了一个创作很特别 叫做对话DNA 对话DNA 我们可以理解说对话不是单一 是有彼此这样的对话 那第二个DNA是每一个人DNA都不一样 所以他这个展览的形式很特别 他收集很多的鞋子 鞋子呢 有上百双 那每一只鞋子都是不同的人穿过的鞋子 那他把这个鞋子呢 我们看到第16页 我看到了 鞋子铺满了地板 但是每一根鞋子呢 他都有一条丝线 红线 拉向最后终端在同一点 而这一点呢 他就觉得是所有鞋子主人新的根源点 这怎么解释啊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觉得说 每一只鞋子都承载着 这一只鞋子他独特的DNA 跟他独特他生命行走过的路 那么他承载他的记忆 承载他的生命 而这样子呢 他希望大家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说 原来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是很不一样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去观看 值得我们去了解 所以这次在北美馆看得到这样子的展览 这个看不到 这个看不到 这个目前没有 这在过去1999年他要展出 OK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他这样的创作历程 我们看看 那这个人在创作现象当中 一些重要的转列点 我们看到第18页 第18页 第一个就是29岁 横滨三年展 他呢 因为这个展 他从国外红回日本 红了 那第二个呢 因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知名度 所以呢 43岁 日本就邀请他代表国家参加 43岁 2015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这个距离 老师 可是这个距离他29岁也经过了14年 对 距离他横滨三年展 也经过了14年 他才有去威尼斯 14年才成就他代表国家 威尼斯双年展 对 但是后来你看这个面图就快了 再者两年 东京生美术馆的这个馆长 发现这个艺术家太棒了 他看他国外很多展览 他就想要说 那我邀请 本身就是日本裔的 这个呢 延年先生回到日本 在他的美术馆里面 做一个完整性的 他的全面性的一个展览 所以呢 这个片刚真实的馆长 是美术馆的馆长 也可以讲说 是他一个贵人 所以因为这个策展 2017年 邀请他回去 2019年展完 2021年 他打算把这个展 在世界各地 做巡回展出 那么因为碰到疫情 所以后来首站 就排在我们台北 那么5月1号开幕 我自己也去看了 他的现场的一个讲座 什么这些都做 你去了 但很可惜 对 我去了现场 我都走了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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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开幕了 整个团队 他们在开幕前 他们来这边 然后当时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要自主 有两个礼拜的自我隔离 然后带着他团队来那部展 两个礼拜后 正式开展 5月1号开展 5月18号 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三级 就封住了 可惜了 对 所以要趁现在 我们韦解风 大家在听完今天这之后 可以赶快进去里面 感受一下 对 你自己 老师你自己研究艺术 自己是专业的导览解说 你自己第一次看到 他的作品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 你自己的感觉 我进去里面 其实是非常的震撼跟感动 当然一方面 我对他的生命有些了解 第二是 你真的是进入以后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 所谓的说明的一些文字 是你进入那个场域 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被他的导引 然后仿佛进入 那个自我生命的一个状态 真的 那个情绪的氛围 你会很强烈 甚至我有朋友说 他们进入他的黑色 就是钢琴被烧毁 他叫In Silence 在急进中 他们觉得很恐惧 他觉得猫鼓手 他不敢走 看家人怎么会这么感觉 对对 他会引发你生命的 这种感受很强烈 这么恐怖啊 对 很特别 非常特别 你那个时候 他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 旁边没什么文字说明啊 什么 没有 基本上 他这个想法很棒的 就是说 像这种大场域 他的文字说明 就是很简单的 但他也配合 就是他刚才一路 他呢 从小时候到现在 他的生平 中间的创作 在一开始进展场的时候 是有时间轴 让你去了解 他的生平背景 后面就进入 这种沉浸式的大展间 一间一间的 让你自己去感受 跟他的作品做对话 所以我觉得这种测展方式很好 前面比较理性 后面是很感性 老师我看 大家带着自己感性 进入那个展间 我看你这个准备的PowerPoint 他的作品 为什么那么多红色跟黑色啊 而且那个红色好 我觉得有一点压力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 为什么他用很多的红色丝线 这一间部分 好的 那么在横滨三年展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18页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当时五件作品 这五件作品呢 就是五件的衣服 这衣服都非常非常的高 对 他呢 你可以看到 哇 这个人这么小的比例 然后非常的高大 好几人筹 这个好几层楼高啊 好像巨人穿的袍子 对 当时他没有传对 他是每一件衣服都自己用手工红材料工作室里面 日夜不停的逢醉车啊 车跑这五件 哎呦 这样子一个长裙的长袍的这个衣服 嗯 然后呢 他再把这五件白色的衣服呢 竟然在这个泥水 泥巴浆里面 哦 那个颜色是泥浆啊 把它吊起来 嗯 吊起来 他在这五件衣服上面呢 哎 他用这样的管子 好像用那个shower啊 从每一件衣服的衣领啊 这样冲下去 哦 他可以知道说 这种感觉有点像什么 好像我们今天去 哎 我们去吃一个洗宴 然后吃哇沙米 不小心那个酱油啊 喷到我的白色衬衫 一路流下去 他擦不干净嘛 回去怎么洗 是不是就留下一个痕迹 对 洗不干净 嗯 所以他这个衣服呢 他想要表现的是什么 就是我把这个衣服呢 很常白是白色的 原来是白色的 所以这个呢 土地上面 我自己在日本生活了 二十四年 这个土地 在我的白色的衣服 我的身体上面 所留下这泥土的 这些痕迹跟颜色 哦 虽然我二十五岁以后 我移居到柏林 嗯 后面二十几年 我在那边 我已经是德国裔了 嗯 这个需要我的水 冲刷下的衣服 你会发现 怎么冲这个衣服 只会有泥水的颜色 但是衣服还是 竟然原本泥土颜色 不可能洗到原本的白 不会掉的 不会回到白色 所以就意味他自己在探讨一种身份的认同 哦 我呢 到了德国 我是德国裔 我根本就是德国人 德国籍 但人家看我 我还是日本人 你还是东方人 你怎么可能说 你因为是加入德国 你就变德国 你的脸孔 你的皮 你的肤色 你的语言 你的口调 你的腔调都一样啊 他要用这个展演形式来讲这个故事 是 哦 所以这一件呢 作品就是在横滨三零展 一个是非常壮阔 嗯 他非常的高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探讨 让他呢 在这一件的作品里面就整个大大的 哇 就爆红了 哦 就爆红了 这好特别的一个 可是你不说我们这样看 看不懂啦 只觉得恐怖啊 对不对 看起来觉得哇 这么大 在挂在那边干什么 对啊 而且而且好恐怖哦 那个颜色 对 就好像来到一个中古世纪的城堡 里面里面住的巨人 这是我的想象 然后五个巫婆 对不对 对不对 杨花哥这样形容真的很好 就是五件这个巨人的衣服 对不对 高你好几十公尺站在你面前 对 你这样仰望你就吓死了 这真的有点 穿满了泥巴浆的衣服 对 真的有点恐怖啊 对 对不对 原来他要讲这个 对 用这样的方式就来探讨 自己在国内到国外 这样子一个身份认同 哦 对 那第二个呢 很重要的转捩点 就是呢 他呢 43年是2015年 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22页 22页 那么各位知道说 他代表日本国家呢 到了威尼斯 那威尼斯我们想到什么 就钢达拉 有很多的船 对 那所以呢 他很棒哦 他呢 就用木头的船 真正的钢达拉的船 来做它展场成砖的 这个主要的展介 但是他同时也收集了 5万把钥匙 你看到在下一个 5万把钥匙 有一些是很旧的嘛 这5万把钥匙 各出这样的钥匙 对对对 那这钥匙 这代表什么 每一支钥匙都有使用过人对钥匙 你可能是钥匙很多的记忆 然后它可能是什么 是我今天开门的钥匙 开信箱的钥匙 对 或是我可能写日记锁住我自己秘密的钥匙 或者我可能我去取什么 我保险箱的钥匙 这钥匙有很多很多的背后的连结 是 那么在现场可以看到 它就用红色丝线 我们看到25页 红色丝线把这些钥匙 把它吊起来 每一根钥匙悬挂起来 有的在空中 有的在船旁边 有的掉在地上 然后人们在期间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钥匙会让我连结到什么 我在我生命的历程里面 我有什么样的连结跟感受 所以在这一次的展介面 就是第一个 它打破了过去 大家只是说 一件展品 好像一个画框 或是一个雕塑 放在那里看着就好 它就整个房间布满了 用这样红色的视线布满了 立体的 对 就是我们讲 让它觉得 仿如进入这种沉浸式 深入其境的感觉 你整个就很震撼 所以在这一次双年展 它就打开了国际的致命声 老师 那个船代表什么意思 你刚刚讲了钥匙的意思 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基本上船是 我个人的观察是 因为它到威尼斯 大家这个威尼斯的想法 就水都有很多的港多了 对 所以这样讲到了 你就会连结 用这样的木船 做一个形式的连结 对 那船也有什么 也有就是我们人 好像生命当中 就坐在船上 我们呢 摇向我们未知的旅程 但是我们这个 未知旅程的背后 却带着五万把 我们生命当中 不同时期 不同的钥匙的记忆 那么持续的 在我们未知旅程当中 这样的往前 可是他的这个作品名字 叫手中的钥匙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评审 评审也要很厉害 要看得懂 是 对啊 这国际艺术建赏家也是 要跟这个创作者 能够 没错 作品能够对话 才能够认同 觉得震撼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 评审一定是感到说 哇 这样的创作形式 前所未有的 怎么有人可以 花这么长的时间 把钥匙用丝线 纯手工 这样编织 串起整个 打盘间 在不同空间 这个单号 这个人力要花到 五万把钥匙 要光是掉在丝线上 然后从天花板 锤啊 拉啊 然后呢 包围整艘 木船 这个不知道 花多少时间 没错 那有多少工作团队 人员来做这件事 他刚开始 他的team没有那么多人 他当然就带少数 几个人 最少都是自己弄 那到了北美馆 这次呢 他就带了 他有八个工作人员 加上北美馆工作人员 连续就做了 将近两个礼拜 他把整个北美馆的展场 全部编织好 那这次这个 这个作品会来吗 这个空间一样有 但是没有钥匙跟船 但是一样有一个 所谓的幻灵团 等一下我们后面来看 对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带回来 我们继续跟着小郭老师 走进延田千春的世界 嗯 来我们继续跟着旅行美学 艺术导览专家老师 郭金福老师啊 跟着小郭老师去旅行的 这个社团的负责人 小郭老师 一起走入延田千春的世界 延田千春是日本非常知名的 当代艺术家 那从此刻开始一直到 10月17号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 有他这个毕生以来啊 最大型 最完整的展览 那因为碰到疫情啊 所以之前啊 没机会 现在啊 因为违解封了 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 预约的方式啊 去北美馆看这个展览 那当然伟大的艺术作品 如果有像小郭老师 这样子的专业的这个达人 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解说啊 那我们去现场看的时候 更有感觉 当然如果你还想要更过瘾的话 你私底下跟小郭老师约啊 自己去他社团也可以 他可以带着大家进去 上面两个阶段 我们就聊到了小郭老 小郭老师就告诉我们说 盐田千春的这个作品啊 会有那么震撼的戏剧张力 是来自于他的生命历程 像刚刚最后聊到了 这个用了五万把的这个钥匙 掉在空中啊 用红丝线掉在空中 然后围绕着一艘木蝉 我自己看到这个 光是看到平面的这个摄影作品 我就觉得哇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形式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艺术创作 可是我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他都是要用红色啊 从他拿七拨自己就是红色啊 这一路开始都是红色 为什么 OK 好 要是大家刚提的 盐田千春呢 他在2015年 43年代表日本在威尼斯展出 那么2017年呢 他呢45岁被东京深美术馆的馆长呢 邀请回日本做这样展览 45岁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展览里面呢 我们看到呢 第31页 整个展场呢 一样是红色的丝线 但是传此刻呢 他把它换成用钢铁 镂空的 已经不是实体的了 像钢筋的了 对 那这个呢 红色丝线 刚才姚舟大哥 我相信很多听众跟姚舟大哥一样 为什么要红色丝线 对 因为呢 红色丝线 它代表觉得 很像我们人血液里面的这些血管 这些血管流通在我们身体个部 他觉得第一个呢 它有点像我们身体当中的记忆 所以这个红色丝线代表一种记忆 第二个呢 他觉得说 每个人都每个人的不同的记忆 所以这个记忆跟彼此之间 会有一些撞击 有些关联 所以你看到像这个里面 我们进入展场 你看到哇 每一艘船都是不同的旅人 那么他们承载的红色丝线 代表这个旅人 他的个性 他的记忆 但在茫茫人海当中 这红色丝线就好像一种 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动 所以从个体的一个独特生命的记忆 跟他的一个经历 那么在整个这个人海当中 他又交织成红色的 这种人际关系的互动 我觉得老师 我这样看这个 你准备的这个照片 我觉得 是 这如果人多了 来到这个场域 反而没有那个feel 没错 三两个人 对 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那个震撼力不得了 对不对 那有点说不出来 如果里面都是人 反而没那个味道 是 我有一个小peeple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老师 一个当时 当时一开展 我赶快去看 对 然后我其实去了不止一趟 我去了两三趟 那我就发现 有几个点 像像各位预约 一个 你就最好一早赶快进去 要不然第二个是 你待到最后 他下午 他要关门前 大家都散去了 对 那那个场景 就会进入 像姚舜大概讲 那空间人少 你就可以觉得说 这个空间 跟你有独自的对话 跟你独享那种感觉 真的人多 你就比较没有那种feel 对不对 我就说 他应该就是要人少一点 然后你在里面 静静的站着 站一段时间 我都刻意留到 几乎他闭馆前 那时候 人就非常少 就觉得 哇 真的那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棒 对 所以他当时在2019年 深美术馆 也就展出了 这样一件作品 然后另外 你可以看到说 他在第三次站页 他展出这个 细的微小的记忆 这个很特别 因为日本深美术馆 他在六本目 五十几楼层高的 一个大厦里面 对 所以呢 前面摆放 就是有点像 我们小时候 办嘎嘎酒啊 我们收藏这些小东西啊 然后你看到 小模型 很多的 支线的连结啊 然后呢 你看到 窗户外面 这些高楼大厦 仿佛也很像 那小的积木啊 就觉得好像 这细小回忆 跟外面 相互呼应 对 那到底 细小的回忆 这些收藏的物品 那外面真实世界 应该是我们人居住 可是这样看的时候 就觉得虚实 是又相呼应 又对调的 所以这件作品 有在我们这次展出 但是因为我们北美馆 是平面的 它要做一个开孔 你可以从里外看 感受就是不一样的 它这些小模型 那个不会是 它自己做的吧 应该就是 它自己做的 它自己收藏的 它自己做 我觉得艺术家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有点像我们提一个草案 我画个sketch 然后慢慢慢慢这样发展 然后变成一个大型的东西 所以记录它从以前到现在 它不同阶段 它所留下的 创作的这些草族的记录 这样一个痕迹的概念 对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来聊一下 它的创作属性 我们看一下36页 那么呢 严林先生的创作属性 有几个很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 直接38页 我就是把它做一个整理 第一个呢 就是它创作上面 一个 它用丝线做媒彩 所以你看 刚刚我们看到红色丝线 第二个 它用作画的概念去创作 第三个 它是依照空间的特性 重塑作品 第四个 它呢 有个新的作品 叫外在化的身体 那这个是独一文 那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 施线意思说 他以前已经讲说 他在大学的时候 画画对他来讲 他已经走到镜头 他就已经没有趣味了 他觉得绘画这东西 到最后都好像只是 剩下色彩颜料 它不是有机的 它跟生命没有什么样 一个对画的 他觉得很无趣的 OK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就觉得说 他要用线 他发现用线来做创作 所以一开始 他用黑色的线 黑色的线就好像 他用铅笔 画出黑色的线 在画布上是画在平面的画布 但用黑色的线 他在空中缠绕的时候 他觉得也是转成3D的空间 用黑色的线在空间作画 所以他找到用丝线 变成他创作的一种属性跟媒材 他很棒 他转换了 第二个 他用作画的空间概念 就是我们刚才讲 以前他是在平面作画 我们看起来他在空间编织 但他也觉得认为说 我是用丝线 一样拿着丝线的画笔 在空间作画 所以一样是创作这样的概念 那第三个呢 所谓依照空间特性重塑 就是很多朋友会问说 那小高老师 他这展完以后 那这东西呢 他带回去吗 没有 他每一次展完 现场的线全部咔咔咔 剪光 剪光 就没了 不带走 对 所以我就否这个地方 我展完以后 这个地方就没了 所以其实他到每一个空间 空间的大小高低 位置都不一样 他要进去里面勘察 重新做设计 重新做编织 纯手工 在他团队里面继续做 所以都是呢 独一无二 不会重复的 有人讲 他不是一直都在重复做 不一样 就像我们说 每天早上起来 我都吃三明治配咖啡 可是每天的三明治咖啡 会因为你当天的情绪 因为当天的事件 影响了不同的感受 对 所以这里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呢 43页 这里呢 它的丝线很特别 它有做一些小型的一些物件 也有在这个呢 官方的拍卖网上做拍卖 那里面呢 它就是用了一个相本 对不对 外面有很多的黑色丝线包覆 有有有 那相本我们看 哦那相本 那我们理解嘛 我们很多 我从小到大 父母帮我们拍 我们帮孩子拍了很多的相本的记忆 可是你看这相本 如果你放大看 你念 有一些相本里面 是空的 那有人说 那因为还没有放啊 所以是空的 那有人说 没有啊 它呢是被抽走的 所以对影像这件事情 这相簿 每一个人定义都不一样 有人觉得说 我的相本还没有承载满 有人觉得说 我随着年纪越大 我的影像慢慢的流失模糊了 哦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一个开放性的 一种参与跟不同的体验 嗯 好 很特别 这个也是一个作品 对不对 这也是他的一个作品 相簿 然后外面缠着黑色的这些丝线 对 好特别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哎 四十四页这边 你看它是做一个 好像黑色的一个房子 一个镂空的 有很多黑色丝线线着 可旁边一样呢 很多的人 人 对不对 但中间红色丝线缠着 那这个人 有的是面对这个房子 有的是呢 背对房子 有的人呢 面面呢 哎 好像呢 面对面 有的是背对背 那意思是什么 每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 跟家庭的连结 是不同状态的 你老师说是连结 我说的是牵扯 哇 牵扯 好 对不对 也可以 也可以嘛 对不对 可以 可以 是 所以像小生长那样 哎那种家庭 原生生命对你生命的牵扯 对 那个牵扯程度是不同的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本来可能想要去做一些事 可是因为你有家庭 对 你爸爸爸妈 你不能选择嘛 期许 或者说你老婆的约束 或是你老公规定 等等 对不对 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啊 老师 好 我们再进一段 待会儿回来继续跟老师聊下去 来我们继续跟着郭金福 小郭老师啊 走进炎田千春的世界 炎田千春是日本当代的知名艺术家了 那么在北美馆 台北市立美术馆 有他的展览 一直到10月17号 我们趁着围解风啊 当然有降载总量管制 透过线上的预约啊 我们来到北美馆去看这个 很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的展览 我们继续跟着小郭老师去认识 炎田千春 老师 上个阶段就聊到 他的创作核心是什么 OK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部分跟大家谈谈 他创作核心 各位如果把握这些要点 那么进去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 所以然跟他生命当中 想要去谈的一些呢 他自己生命的议题 对 我把这边归纳出几点啊 一个呢 他的这些呢 红丝线 黑丝线 白丝线 其实红丝线 我们刚才讲说 代表他自己呢 生命当中人际关系啊 还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记忆 黑丝线呢 他代表一种 他对于恐惧的 这样一种表现 那白丝线是对于 未来旅程不确定性的 一种表现 可是我看你的 Port point里面 都没有白丝线的东西 那个是 我们进入展场 一进去 他就有一个不确定旅程 是呢 黑色骨架的船 但是所有的船身呢 跟上面都是白色丝线 哦 OK好 所以你进场是就看到 还是有 一进场就有了 对对对 那所以呢 他的创作核心有几个 有第一个是谈回忆这件事情 回忆 就是每一个人承载自己 很多回忆 第二个谈自我认同 因为他从日本到 这个呢 德国这个自我认同问题 第三个谈不确定性 生命当中有太多不确定性 比如说 他的这个生命 对不对 从小时候的恐惧 到他呢 面临他自己的这个癌症 12年后又复发 面临他呢 自己的孩子流产 还有他父亲的过世 那第三个谈不存在的存在 不存在的存在 这个东西有点 有点 哲学 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啊 我们今天看到有张照片 这张照片可能是 哇 好久以前 十几二十年前 家里面家族大聚会 那次谁结婚这样子 哎 可是一些长辈都离开了 对 但是你看到那张照片 你依稀好像可以回到当时那个盛况 哇 如云 然后呢 现场大家呢 非常非常悲光交错的感觉 嗯 可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存在 可是你看到照片 那个东西是存在 这叫不存在的存在 哦 哎 我长 我最近这半年来 常常会这样子 真的吗 我凌晨 你还这么年轻 不是 我开始进入这个状态 我跟男性更年纪了 我凌晨两点多就起来 然后呢 脑 脑海里面都是你刚讲那些不同的画面 OK 存在中的不存在 不存在中的存在 是 哎 然后就睡不着了 然后现在我就好想睡啊 没有没有没有 好 所以呢 最后一个就是生与死 就谈生与死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呢 呃 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说 哦 在威尼斯 这个少年展就谈回忆嘛 钥匙这件回忆这件事情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各位看一下62页 62页 这里呢 他谈的是什么 他谈的是数字 哦 他在波兰博物馆曾经就把所有的数字 用白色的数字 悬吊在空中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六四页 你看到哦 空中很多的数字 然后黑色四线 哦 这个地面上很多的 好像我们客桌椅 嗯 客桌椅上就放一叠纸 哦 在呢 这个66页 你看到一叠纸上面 问 这好好看哦 对 很壮阔 感觉上就很威美 对不对 很好看啊 然后呢这个纸张的上面就问你说 哎 你觉得这数字对你是什么意义 那这个意义呢 对你呢 哎 有什么样的一个真相 那真相呢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他就强迫你去思考 所以这个数字有什么 有可能我们家人的出生年月日 有可能是我车牌号码 是哎 我的朋友手机号码 太多都数字的回忆了 对这个回忆谈到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些艺术家好妙 他怎么会想这样弄啊 对 对不对 啊 对 好特别哦 你说在波兰美波兰博物馆啊 对当时已经展出了 第二次谈自我认同 那自我认同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衣服这件事情 他就讲说 人类的肌肤是我们第一层皮 对 在70页 那衣服是第二层 那如果真的这样 我们居住环境就变成这些呢 房子变成第三层 所以他从有理而外 比如说我们一般说 你穿什么衣服代表什么身份 你开什么车 你开什么房 你住什么房 这是一种身份 表彰 对 所以他有这种有形的 形而下产在形而上的 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呢 2008年他皮肤的记忆 对 那下来呢 我们看到呢 在展场有展出来 内与外 内与外 这个呢 就是很多的木窗 所以就想到当时呢 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 他已经人在柏林 所以当时他收集了非常多 有关呢 柏林这边呢 因为倒塌之后 很多地方重建嘛 所以很多旧房都拆掉了 他就是当时去那边 检实非常多的窗户的框啊 这个在北美馆有展啊 有 他整个用货柜带过来哦 对 然后呢 把它围起来 你可以走入里面 好像可以从里面往外看 也可以从外面往里看 他呈现是当你从里面往外看就仿佛回到当时这些东西柏林人因为柏林围墙硬生生把他轻人拆开 你在住在这里面被隔离的那样子的感受 那第一个从外面往内看的时候 当这个围墙拆掉的时候 这个地方 诶 不分了 重建了 就是从外面观看这个历史事件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嗯 对 那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件这个现场有展出 在76页 就是时空的反射 有有有 这里呢 看到什么 就是有黑框里面有两件洋装 我们一看哦 这洋装就是有两件嘛 对 实际上你看 它是有面镜子 你说哦 那是这样的一个对视 哦 里面有一面镜子哦 对 哦 那实际上呢 我们看的时候 我仔细看 它其实是真的有两件洋装 也有一面镜子 那它想要讲什么 好像今天我们出门要化妆 我要做头发 我要干嘛 我是不是看镜子里面的你 对 那镜子里面的应该是个虚像 你是个真实的影像 对 那其实它带的是人有一体两面 哦 那实际上这一体两面 是让我们去理解 去思考说 我们带着这样子一个洋装的外相 是真的我们想呈现的吗 而镜子里面的那个虚像 它是真实存在 还是呢 是只是一个表象 OK 那第三个呢 谈不确定性 那不确定性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呢 在第八十一 我们可以讲说 一进去我们的展场 就可以看到 它悬挂是用白色的这个呢 船 然后呢 丝线 它叫去向何方 那用这个概念是 每一个人都是一艘船 所以未来我们其实 要去哪里 我们不确定 那么带着这样子一个呢 入口异象 我们就进入展场 那进入展场 你就可以看到呢 整个呢 在我们这个呢 第八十一页开始 就是红色丝线 那么这边它讲是红色丝线 这个线 像毛线一样 纠缠 交织 断裂 拆解 就像人跟人之间关系 或自我关系 常常处在这个线 常常处在这个线很多的一个状态 有时候是纠缠不清 也不清 有时候是可能你太用力 它就拉断了 有时候你小力 它太有弹性的 对 所以那个关系很微妙的 所以在展场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呢 他好像是面对这样一个船 他难难自语 有些人就像冲冲的过客 在人生当中 跟人家只不过是惊鸿一撇的 这样一个流过去而已 所以呢 这是现场会展出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很特别 我们看到呢 第91页 这边呢会展出 这叫做 集聚找寻目的地 它呢是由呢 500多个这样的一个旅行箱 它在德国的旧货市买到的 那每个旅行箱 都是每个旅人的一个记忆 那这个旅行箱呢 它是红色的视线调化 悬空 然后里面呢 有一些呢 旅行箱用马达 它会动 那么游下往上 好像呢 每一个旅行箱 就是每一个旅人 我们在人生旅行箱 提这个旅行箱 带着自己呢 所收藏的东西呢 走向未知旅程 但是又很妙 就好像我们今天 比如说 我们呢 明明今天我是要 放慢步调 我呢 提着我新行箱 我呢就 好像去做交游 可是我到了北捷 我车子一出来 捷运出门 看大家急急忙忙往前冲 我也跟着快速了 人跟之间的互动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呢 这里用这样一个旅行箱 来呈现说 每一个人带着自己 独特旅行箱 里面承载不同记忆 面向自己未来一个旅程 OK 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 那么不存在的存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画面里面的第97页 这个呢 是当时呢 它在这个别的地方 有展出来 我们看到第98页 这里呢 在这次有展出来 这是In Silence 那我们看 9岁 它不是小时候发生了火灾吗 所以呢 它在现场呢 它就在用这个钢琴是烧毁的钢琴 对 然后只剩下鼓架 做了一个小时候的回忆 把黑色四线通通铲起来 它觉得这个声音还是一样可以传递出来 旁边呢 虽然空无一路 没有一人的这个座椅 仿佛有事当时坐满了听众 那些声音就透过黑色四线 在整个空间上飘荡回荡 所以在这里面走 有些人觉得 好恐惧 猫鼓送来 那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钢琴 虽然它的壳烧毁了 但是它曾经给我们美好的 这个音乐的感受 依然存在 这也是它带过来的 钢琴也带过来 我们看到102页 生于死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看到105页 它在一个展间有展出 叫外在化的身体 这个外在化的身体 这个部分很特别 它呢 好像用这个皮革 革层这个网状 然后呢 上面有它自己身体的四肢 翻成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很简在这边 那这就是因为 它不是说33岁 它得了卵巢癌 12年后 15 45岁 又得到复发 所以它觉得说 它的身体都配合 医生的主妇 这样子一段一段的 去检查 去做医疗 它觉得那时候 它的灵魂 好像是一个虚空 它不知道自己存在哪里 所以它用这个方式来表现 它的身体 好像只是一个躯体 它想要寻找 那个不存在的存在是什么 好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108页 它讲说 世界上很多人 无法活在既定的框架中 我也是 所以我透过创作 去表达那些 无法言语的事情 我透过创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一次呢 这个呢 因为疫情解封 延长到10月17号 那延年先生说 这是我最贴近死亡一次 全面性的展览 OK 比如说他不知道 他的生命是不是能够继续 所以他用尽他全力 这样做这样的展出 所以我们期待观众 可以到这一次呢 做这样很棒的一个观展的经验 好的 今天透过小郭老师啊 郭金福 郭老师的这个详细的解说 而且有系统的分析 他的生平啊 然后 然后映照他的作品啊 真的是非常的过瘾 然后呢 我自己有个感觉 就你去这个展馆啊 沉浸式的体验 随便拿起你的手机 随便拍都漂亮 对不对 没错 真的很厉害 真的好好看哦 好了 今天我们 你说 他的作品很深度的 生命的自我对话 可是又充满失忆 对 就随便拍 我有看到你站在那里 有一张照片 就随便站一个角落 然后就一个广角镜头 这样一拍 好好看哦 就是网红了 就是网红 对对对 好了 今天我们谢谢 这个小国老师的这个解说啊 听众朋友 到10月17号之前啊 在台北市立的美术馆 就是有炎田千春的 颤动的灵魂的这个展览 真的很好看 有空的话 趁着违解封啊 我们还是遵守防疫的规定 给自己一个机会 到那个地方走走看看 谢谢小国老师 今天跟我们连线详细的解说 谢谢老师 嗯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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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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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